可以继续了 OK 好 那我们recap一下刚刚讲了什么 第一个就是financed machine 刚刚解释过就不最舒服 Declarative syntax to describe each state 什么叫declarative 其实相对应的就是imperative 就是说像我们一般写draperate的时候 比如说你怎么update你的UI 是不是比如说你发了一个hs call 下来 然后执行d 然后再来比如说找到某个dome 然后再来把它insert进去 之类的就是一步一步一步下来的 但是这个declarative的方式 去来控制你的layout的方式 就完全不一样 因为它就只是宣告说 OK 根据这个state 我们现在应该长什么样 它是一个declarative的syntax 它不是那种说什么 然后ajs call 回来以后 我如何insert 我如何找到某一个相对应的index 然后塞进去 就可以pop不了 OK 所以第三步就是说 each render constructs earth 我应该这次没有踩到东西 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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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那个 在重建于是什么 好像进入了萤幕保护层 可是我 我发出有动啊 ok 然后呢 再来是我们有 导入virtual down的概念 ok 然后 每一次 每一次你重新render的时候 它其实会先去比较说 你这个virtual down 到底改变在哪些地方 然后它再去实际 再去optimistically update the physical down in the browser ok 所以这里面就 就有一个virtual down的概念出来 就是它跟你实际上的 down的控制是有点不一样 ok 那 这个地方就会出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 接下来会讲到的 就是刚刚也伦问到的那个 data flow 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你有个购物车 那你的 global state 之类的 我应该没有记错这个问题吧 就比如说 假设你的页面上 其实 有好多个不同的 component 可是 如果有好 每个 component 它都有自己的 state 就是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你有类似购物车这样的东西 它基本上是一个整个 page level 的 global state 那你这个 比如说 你这个购物车 比如说 user 点选了几样东西 可能 页面上好几个其他的 component 要跟着联动 那这个时候你到底应该要怎么做 那这里面呢 其实最初旅页这个 library 释出的时候 并没有一个相对应的解法 因为最最最最最初的旅页演讲 就大概只有像到目前为止 就是有virtual down render 然后他没有告诉你说 如果有global state要怎么办 它其实 它其实比较像是 我们都讲整个 呃 网路架构的 架构是mvc 其实当初就只有 v的部分 被讲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就试图要把react 牵进去 比如说 backbone里面 或者一些embre.js里面 然后 或者 就想办法看说 如果我们今天只有 呃 已经 v是用react的话 那m到底是要长什么样 或是c 应该要长什么样 这样子 然后就 试了各式各样奇怪的方法 但是后来呢 facebook后来就 有了另外一个talk 就是告诉你说 OK 如果你要 有一个相对应的v 就是 相对应的m 就是那整个mvc的架构 应该是怎么样 所以 所以后来就提出来flux 这个model flux 这个model 是 差别在哪呢 首先是 呃 我觉得它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有store 这store 就是来储存 global state 其实基本上 它的意思是说 呃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什么event subscription model 就是 你 这个component subscribe to 这个东西 然后只要这个东西 发一个change event 然后其他东西就被notify 这种 其实如果大家 习惯用了什么event api 其实就是这种model 那 它这个里面就是说 呃 有一些共通的global state的东西 与其各自让它存在component state里面 不如让这些component subscribe to一个store 然后让这个store 来储存global state的东西 所以 如果你以后有一个api call 其实应该是通知store 那 那 你应该是一个store 来储存 ajs code 回来的东西 然后等到比如说ajs code 回来 store就发一个notification 然后相对应其他的 其他的component 再去 就 他们就会被notify到 然后他们再去store里面抓资料 然后再去update 他们自己的stake 基本上是这个概念 然后呢 但是flux的特别的地方在哪里 在于 他把这个 他把这整个过程呢 呃 他把它简化成几个部分 action dispatch or store 但是他最重要的事情是 他整个讯息流的流动方式是单向的 就是说 比如说 呃 比如说你render了一个view出来 然后user可能做了一个action 可能是比如说 滑速往下滑 scrolling 或是resizing 或是点了一个button 什么的 这时候就会触动一个action 这action可能就是 嗯 这action可能是一个hs call 或是一个相对应该什么东西 然后他们会经过一个东西叫做dispatcher 这是flux flux所introduce的一个东西 然后dispatcher呢 会再去notifystore 这个比较像是说 比如说你有一个hs call 你在这里发生之后 你hs call 你那个hs call 回来透过dispatcher 传给store 然后store 然后store再发送讯息 跟vill讲说 你需要reupdate 我应该先跳到这个 我应该先跳到这个再来讲 哈哈哈 ok 对 嗯 其实这个投影片讲的跟我刚刚讲的东西差不多 就是action是呼叫 比如说类似 call the library 或是call the hs call 但是每一个action的结果 我必须都要通过dispatcher 来发送讯息给store 那store 收到讯息 改变的时候 他会在同时 流去 做reprender的动作 有个问题 嗯 为什么要通过dispatcher 因为他里面想要做到 其实我 那我们剪下贴上这件事情 嗯 其实我觉得里面 dispatcher 我现在有点忘记 我记得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 他为了要避免circular dependency 他其实有 因为 所有的讯息都会经过dispatcher 嗯 然后 之前会有那种cascading的event 就是说 我记得我在做backbone.js的时候 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 比如说view re-render 比如说某一个event 比如说可能是 我滑速往下滑 或者是api code 回来 然后它triggerview update update view update之完 后之后 update 有些 有些event是跟着view update之后 又被 又会被再trigger一次 就像一份那一路 对 所以dispatcher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dispatcher 因为你每次action 发event给dispatcher的时候 你都要记录一个event 你其实有个event id 然后 同一个event id 不能同时被执行 你不要等到某一个event 它的所有callback都执行完之后 下一个event才会 在同一个event才可以再被执行 所以它可以避免说 有些event的callback trigger了同一个event的发生 因为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下 dispatcher就会把它挡下来 对 对 对了 而且这里面 因为它全部都透过dispatcher 其实它有一件事情 我忘了提 就是它可以做batch 就是说 因为如果你中间没有这一层的话 action跟store的关系 就是 你随时call store就随时update 可是如果你中间有中间进过一层 你dispatcher可以把它batch到说 我是根据 你知道 为什么会需要batch 是因为那个browser update 有一个什么 16ms的路过吧 就是说 如果你要让scrolling 或是什么之类 所有的animation 看起来很顺 那你最好是 你要知道每个 浏览器 每个萤幕的update frequency 目前我们的那个 那个 那个 频率是多少 60Hz 60Hz 其实转换回来 大概就是16个minisecond 其实是16.666minisecond 换句话说 你所有的update browser的UI 如果不能在16个minisecond里面完成 你的 你的 你的萤幕animation 就会卡卡的 那 为了想要达到这个 所有事情都在16minisecond的 的事情完成 它其实就是把所有事件都batch成 就是 集合起来执行 然后 都在那16个minisecond的 一开头就执行 懂了 其实这方面还有一些什么 request animation frame 的这些东西 可以 大家有兴趣可以继续看 这 讲下去没有 没了 不过其实基本上我觉得 这是对performance的一个 还蛮好的 对的 的一种方式 OK 好 那这个是flux 它大概的概念是这样子 那 所以 从flux 之后就是 re-ed 终于就有一个 算是 一个算是 专属于它的一个 data hole model 那它跟其他那种 bebom 或是那些subscription model 比较不一样的在于 我觉得 就主要在于 这种unidirection 地下flow 它不做 data two-way binding two-way binding 是那种什么 像这种 像这种是one-way 比如说 store有任何 有一个异动 它就会改变feel 但是feel 不会直接去改变到store 除非它透过action 那就是整个loop cycle 因为 嗯 two-way binding 到最后其实 在管理上有点麻烦 尤其是遇到越 复杂的location 它遇到的问题越多 所以 OK OK 好 我发现我好像 都没有照着 和影片的顺序讲 我刚刚都先讲完后才发现 其实我要讲的话都在团片里面 OK 好 刚刚我讲说 这里面就出现了两个有些问题 第一个是NPC的问题 就是 你有了这个View之后 你的DR model要怎么配合 好 你现在有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 其实也不是问题啦 就是说 其实你这里面有一个virtual DOM 其实你又 换句话说 这导致 这其实导致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 既然你的virtual DOM 其实是个obstraction 那实际上 你这个DOM的 Virtual DOM的implementation 可以是任何东西 它就不一定是 要是browser的HTML 所以 其实应该 多少 在事前 都已经有听过 Renative 这个事情了吧 对 对 那其实它的概念就是这样 就是说 你还是Render你的virtual DOM 但它实际上的HTML 的Render 并不是 实际上Render出来的结果 并不是只能在browser上面活 它其实也可以是在 Android 或是iOS 或是任何其他品牌 只要它有需要Layout的地方 因为其实你毕竟你最后Render出来的Virtual DOM 它就是一个Layout abstraction 而且这Layout abstraction 可以 可以用来描述各种2D甚至是3D的界面 所以 为什么不能拿来用在APP上面呢 OK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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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很自然的发生了 就是说 它把这个Lay的东西 整个原封不动 搬到了 Native App上面 我怕今天时间不够 所以这个地方 就是大概很快 很快的带过去 应该也不会讲到 非常非常非常深 但是 还是要提一下 就是 Reanative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我记得 没错的话 在那个 Xcode 那叫什么 那个 那个什么 Xcode 7 是不是 还是6 开始里面 它就有 implement整套的JavaScript code 就是所有的JavaScript code 都可以在 Objective-C的环境里面执行 都可以在Apple的装置里面执行 所以它后来就变成说 既然它 虽然我猜它当初 Apple会可以执行JavaScript code 原因可能只是因为 要执行一些简单的browser 就是 有人有webview 然后希望可以侦测一些webview的东西 所以它需要培行一些JavaScript 我猜当初Apple的用益可能只是这样 但是 总之在那几个版本之后 你就有整个4的JavaScript code 在 在那个 iOS上面可以运行 所以 应该是iOS7之后 对 所以 就 Facebook的Engineer 所以就把整套东西全部都搬到了 把整个JavaScript的东西 react的东西全部都搬到了 NativeApp OK 好 这个东西是怎么运作的呢 首先 一开始 你还是要有一个Server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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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Node 应该是用Node.js 然后呢 在Server端 把你的所有的JavaScript code 全部打包成一包 成一个File 之后呢 NativeApp 就是iOS的App 就会 其实我写过那语法 那语法也蛮简单 基本上就是说 你去某个网址 把这个Packager 想像这个Packager 其实就很像一个HTML 因为你如果打开这个Packager 看 它就是把所有的 你页面上所有的JavaScript code minimize之后 成一个File 然后呢 你NativeApp 就是动态去下载这个File 然后去执行它 OK 然后去执行 执行那些UI啊 这什么 什么之类的 只是说最后 最后你Virtual DOM Render出来的Information 是用 iOS的Native 口去Render出来的 那它概念就这样 所以 后来我们再玩一玩 这东西就发现 哇这东西不得了 因为这感觉最后就是 写了一个HTML出来 因为这个概念 其实跟HTML 这整个概念就很像啊 就是 你有一个Web Server 然后不管你Web Server 写什么东西 你把它包成一个HTML 把你的Browser 去执行这个 抓下来的档案嘛 不管这档案 到底是一个档案 还是数个档案 总之你 其实你HTML 所有东西也可以只包成一个File 让你在Browser面前执行 Browser执行完 然后 订得出来一个UI的东西 然后 user可以 在上面 有interaction 所以 包成HTML 它还是在 在Native OS那边 还是 被当作一个 是Web App 的File 去执行 对不对 它不是被当作 它其实就是一个 这样说呢 它其实 抓下来 它不是抓HTML 它是抓JamaSquid 下来 抓下来之后 它用IOS的JamaSquid Core去执行它 那JamaSquid Core 它其实那个IOS那边 其实也有一些相对的Library 它有一个Red Native Library 然后 它就知道说OK 目前JamaSquid 执行的结果这样子 告诉我说 其实接下来这个ViewController 其实要Render什么样的画面 然后就Render了 然后它就 那个Native App 这边就会 就会有一个相对画面 然后user如果点了 比如说点了某一个按钮 然后 Xcode的Native Code 这边 就会透过一个Bridge 告诉这个JamaSquid Core 说OK user现在执行了什么东西 所以基本上是有点像 它去 用那个IOS Core 去trigger 它的 就是Native的部分就对了 对 等于是说 等于是 在Red Native里面 所有的程式逻辑 都是用 Red 跟JamaSquid写的 只是说它的Rendering CG的Rendering Implementation 是用 Objective-C 是 就有点像 你就做一个 用那个 JavaSquid Core 做Controller 然后去指挥说 那接下来 Objective-C 它那个UIL 什么样子 然后有什么 要听什么Pores 对 而且一旦这样子的 JavaSquid 那个 Rendering Implementation 一旦它发展成熟到一定的 Stable 的程度之后 其实也就很 很会需要Update 对啊 就大部分的逻辑都在 JavaSquid那一段 而且 好处还是 这个Packager是 透过网络抓下来的 换句话说 你随时可以更新 所以你就 你更新一个App 以后就不需要 再去App Store下载 你就是打开 它就是自动去侦测 有没有新版的 Packager可以下载 没有的话就用旧版的 就用Cash Store的版本 所以你就 根本可以 Bypass掉App Store 所以基本上 Apple Store 就变成是一个 只有Fill的动机 有点像 Browser 对 它最后就 真的很像是 你 你只是另外 要install这个App 你Update之后 可以不用到处App Store 好 那其实 在好像今年 3月的时候 在 WTC大会之后 那个Apple 有公开的 改了他们的条款 是 可以允许 这样做的 好 所以 就是 那个 所以在Name the App 它可以跟你下载下来的 Bundle 互动吗 所以 在 欸 你说 你可以跟你下载的 Bundle 就是这个Packager 可以啊 它就是你的承受物件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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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 只要 他们中间的Bridge 跟Library 有写好 基本上 Native 可以做到什么 只要它有相对的API 可以 可以 而且它其实 官方 我刚才有教学说 怎么做 Android也是一样的原理 那Android 是大概 今年9月 就是我所释出的 嗯 所以 这个是 我记得今年 今年2月底 2月28 还是3 那个时候释出的是IOS 然后本来是说 本来是跟大家讲说 Android版本我们还在 Work in progress 但是可能要一年 但没想到今年9月的时候就已经出了 这个是我那时候写的一些demo 那 你看不 看不出来是用网页写的 看不出来是用全方Suite写的 只是那时候我大概 我写的大概只有写个 大概只有写个两三小时吧 就很简单的一个 Yelp 跟 跟Search的一个 interface 所以你看不出来 因为通常如果你 用web去写的时候 有写过IOS 就知道那个 那个 滚动的速度没有办法 这么快 对 但是这个 如果你是用renative的话 因为它实际的rendering 都是用 native 所以 所以速度应该是跟native 一样 所以那个mobile safari 和renative 真的会差非常多吗 我觉得差蛮多 对啊 能写native 就写native 但是 那这样就要透过 app store你要去下载 对 其实我一直在 蠻好奇 因为我现在是员工 我也不知道 Facebook的下载部分是什么 因为蠻好奇说 如果今天哪一天 那个 Facebook app 在里面强制 装了这样的功能 其实以后你也不用 通过app store下载 你在Facebook上面看到 某个app 他就会被执行 其实只要任何一个app 里面有装renative的 的 的 library 其实就可以这样做 前提是 有很多native resource 都已经被 你下载版本的 driver 已经 如果没有的话 那还是要update 对 对 但是那个就变成说 如果他ghost 因为现在还在很初期的阶段 我想说也许过了一年 还是什么的 嗯 那我知道 我是其他竞争对手 这个概念 其实这样的东西 Rate 并不是第一个 只是我觉得 Rate是 那个 把整个生态系都搞得 很好的 文艺一家 他下载下载的那个方法 会被compile成 那个code library 还是他是 没有他就是 他下载之后 他那个整个 file 就是javascript 他就直接执行那个javascript 而已 所以比如说 那个已经 就是 基本上就是看Apple 他愿意开放过什么 去搜索 如果他全部开放了 其实就是跟nativefc 对 其实应该基本上 就是一样 因为他其实就是 他就是把那个javascript 的 在执行那段javascript 他只是说 javascript 可以 送一些message 给 给他的native library 对 那 native 其实你就 所有 那native library 再去执行之后 他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其实基本上 所有的功能都是 可以做到的 你觉得interpreter 就是有点像Python 你跑到 Windows 他就有Windows的support 跑到那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Mac 就是 然后 其实 照理来讲 讲到这里 差不多就快晚了 但是 所以我再跟大家稍微提一下 因为这个还是 我那时候在 雅虎做的东西 比较多的东西 就是做这个 因为刚刚有讲到说 react 可以在任何环境上跑 所以大家很自觉地想到 ok bloger上面可以跑 Android iOS 甚至Windows Phone 那种Apple TV都可以跑 还有一个地方其实也可以跑 就是Serverside 那为什么要跑Serverside 其实是 呃 不只为了Unitizing的缘故 而且还有一个 蛮 我个人还是蛮 蛮 蛮喜欢的东西 就是Isomorphic 因为目前 如果有些网页的人 就知道说 因为 刚刚前面这些 全部都要做Render 可是如果你的Serverside 你知道 呃 Serverside Rendering HTML 还是有一些好处 那但是 如果你的Serverside 不是用JavaScript 是用PHP 你就常常会遇到一个困境 就是 你 User来的时候 你用PHP Render出了一个Layout 但是 你接下来 你在ClientSide 然后 你要用JavaScript 再去Render 一样的Layout 还是 ok 那这个地方呢 最后就会有人希望说 诶 现在Serverside 也可以跑JavaScript 就是Node.js 那 刚刚我们介绍的前面这些东西 都是Single Page Application 就是 一开始 最好是Serverside Render Nothing 然后全部的逻辑 跟Layout 都是ClientSide 去Render的嘛 那他说 那我可不可以把这ClientSide Render的东西 一开始就在 用Node.js 然后在Serverside 就Render出来 所以你一开始 Low进来这个URL之后 Serverside 就一定Render好出来 一个HTML给你 然后 ClientSide 就只要在做后面 后续follow up的一些 什么Event subscription 就好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就是Serverside 也跑REAP ClientSide 也跑REAP 那最后你就会发现 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 因为如果你现在写 写 写网页 如果你不是用Node.js 的话 你不是用Itside 基本上 所有的东西都是写两遍 就是 Serverside HTML Layout Rendering ClientSide HTML 又写一遍 这样子 但如果你有Itside 全部都只写一遍 OK 那 Serverside HTML的好处是 是比较快 第一比较快 第二 SEO SEO 就是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就是 因为比如说Google Bus 比如说Google去盘你网页 然后它是不会执行JavaSquirt 虽然它一直有传言 传言说他们去执行JavaSquirt 去Path什么东西 但是 如果你整个程式逻辑 非常复杂的 全部都是用手上去写的 其实 是 Google Path就是没有办法 明白 所以你的网页写的东西 就不会出现在 Google 或者Search Engine 上 那 当初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方法 来work around 像是推了用Hashband 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到最后都没有 这个 Ison Morphic 来的简便 是 但是Ison Morphic 也有几个比较大的bottom neck 第一 Flux 刚刚我们介绍的Flux 它是 那整个 那整个Library 都是 针对Client Site去写的 所以如果你要把整个东西 搬到Service Site上的话 有些部分要重写 然后再来第二个问题就是 Node.js 的Performance 还是 看你的网站的规模 如果你 所在的公司的网站规模是 全球流量Top10的话 Node.js还是成不住 呵呵呵 对 那就看你 这个时候就看你的Project Size 就我所知道 除了Facebook以外 Yahoo Netflix 还有 Airbnb 他们其实也 或多或少有一些 Ison Morphic 和Project 但是 目前还是没有人干 100% 全部都用Ison Morphic 因为 Node.js 的Performance 相对于 已经比较Stable的 像一些PHP的Stable 来说 还是 还是有一段差距 所以 这地方也是 Ison Morphic的一个挑战 然后 好 最后到了快要 结语跟总结的部分 希望大家不要太 我刚刚会不会讲太多东西 大家会不会有点 那个 Loss 总之呢 那接下来 这个地方就大概是 稍微提到一下 我觉得目前 Reel还蛮有趣 就是它其他 后续的一些发展的地方 第一个是 我们刚刚当然讲到说 它可以 运行在 很多的environment上面嘛 那也许 未来会有更多的device 不只是IOS 不只是Android 那 也许有更多 其他不知道的environment上面 其实也都可以考虑 第二是说 Syntax 其实 理论上 这个是跟Reel无关 就是 因为JavaScript的语法 目前就 正在如火如荼的更新当中 那当然 你前面看到一些什么语法 其实很多是 ES5的语法 但是 现在又有一些新的 Standard ES6 甚至ES7的一些语法 那 那 对 所以就是整个语言的best practice 还在改变当中 那 再来就是type checks 这个也是 因为 因为其实里面 大家写的现在 其实是JSX 不是真的JavaScript 那有 所以其实换句话说 你可以做了一些有趣的事情是 比如说 有些人可能很讨厌JavaScript 本身是 呃 反习吧 就是它并没有像 Java 这么严格的要求 哦 这个变数是Integer 这个变数是Flow 其实JavaScript 基本上每个都是Var 那 有的人真的很讨厌这件事情 所以 但是你发现 你现在写的是JSX 然后它实际上 要经过Transform 才会变成真正JavaScript 所以有些人 就会在上面 再多加一些type checking的东西 你知道 那在 你可以 因为你现在写的 已经不是纯粹的JavaScript 所以你可以在上面加一些东西 加一些新的语法 来 来Declare 你的Variable 必须要做一些type checking 然后check它是不是 Integer 或是 一个Number 之类的 那其实如果你看 Red的一些 呃 语法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type checking 感觉上Facebook 还蛮喜欢做type checking的 所以 我可以预期将来有更多 关于type checking的东西 会出现在Red上面 然后 好 最后三个快速的带过 再来就是 Flux 并不是 在 跟 现在看起来 Flux 并不是唯一 可以跟Red搭配的 Dataflow 的 model 那 呃 Facebook 里面有一些team 正在用 Relay 跟 GraphQL 的方式 去 用重新定义说 这个Dataflow 应该是长什么样 那 那 这地方你会建议实在是 没有时间再去Cover 而且 GraphQL 因为才刚release 没多久 所以整个 industrial wise 的 adoption 还不是那么高 所以 今天就先跳过 那 好 最后一项 其实刚刚有讲到 就是Red Native 其实它Mono程度就很像 新的HDP 然后倒数第二点 我觉得也是一个 未来可能还蛮有趣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 你整个 你整个component是一个finance dimension 换句话说 其实如果你整个 页面都是用 Relay 所建构 它其实也是一个 它整体来说就是一个finance dimension 所以它有一个很明确的 application的state 在那边 其实所有的MVC 的model基本上是这样 只是说 它 因为这么明确的是 你只要有这个model 你就可以Render相当于你的view 那换句话说 就是说 呃 以整个page level 来思考 那你整个的 比如说routing strategy routing library 或者是 你从这个页面到下个页面的那些 比如说navigation 其实这三个东西是在 三个不同的平台上面去思考 navigation其实是从 iOS或是native app的那种方式去思考 就是说 你知道 有写过iOS 就知道是有一些什么navigator 之类的那种东西 然后 其实它今天要 其实那些东西 理论上要做的事情 也就是maintain你的application state 然后 让你回到商业下业这种东西 然后routing 则是针对HTV HTV的环境上讲 然后offline storage 也是说 想像你的整个application 既然都已经有一个state 可以储存了 那你是不是可以 把它储存在 比如说某个storage 下次你重开整个application的时候 你就直接回到你上页的那个画面 而不是必须强制的跳回首页 而且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跟 Deep linking 结合在一起 我觉得也是个蛮有趣的问题 ok Deep linking 是什么 Deep linking 就是说 你知道现在 每一个网页都会有个URL 但是app没有 app是说 比如说你在app上面点了 然后下到某 你按了某个按钮 因为进了某个view 但那个view 因为它天生不是HTTP 所以它并没有那个义务去 帮目前这个view 定义一个URL 可是现在就遇到一个问题 是如果你的app之间要share 你到底要怎么share 就是 你有没有一个网址 或是一个什么样东西 可以去share 所以Deep linking 就在讨论在说 如果我要share我的app的state 那那个 状态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模式去描述 目前看起来是一个类似URL的描述 但是它的procal 跟它的形式到底是在长什么样 其实 还蛮多公司在争夺这个解释群 ok 那就是今天的talk 路里台没挂 诶 有人有问题吗